以及李承榮經理、王鳳軍經理及 我們蘇玉成副理、梁明中總監 各位新月跟港威的各位團隊 還有我們消防局李局長 還有我們李偉智議員、林俊憲的秘書 林俊憲抽獎的秘書 還有四大隊林大隊長 還有我們義消四大隊林大隊長 還有錦繡四大隊蔡大隊長 還有我們陳副大隊長 還有我們義消陳總幹事 四大隊陳總幹事各位好朋友 各位打火弟兄姊妹 今天很高興代表我們市政府 接受我們港威營造以及新月地產 所捐贈的救護車 第一次看到捐贈賓士的 以前都捐贈匯豐的 現在都捐贈賓士的 非常非常謝謝 因為這個車子非常齊備 包括他的一些零配件 還有包括救護設施 總共總價高達四百萬元 非常謝謝我們新月跟港威團隊 能夠秉持這個社會責任 以及騰騎這塊這個城市 愛護這塊土地的出心 能夠捐贈這個救護車 那救護車當然是希望說 能夠提供給緊急應變的市民朋友們 或碰到了緊急救護狀況的市民朋友 最好的救護狀況 所以呢在這段時間以來 市府也都一直在精進這個設備 跟人員的訓練 所以說不僅是在災難現場 或是這個緊急救護現場 救到人 救到人的同時在車上 就能夠進行急救的程序 然後在這個責任醫院的 待命的醫院那邊的醫療團隊 就已經開始準備 這樣子可以把人 在接觸到這個 載到救護車上之後的 就沒有時間差 一方面急救 一方面到醫院以後後續接手 由醫護團隊來急救 這樣子的話 就大幅提高了這個生命 這個挽回生命的比例 所以我們每年剛剛提到 在歐卡已經到院前 沒有呼吸吸跳的人裡面 但目前為止都救了兩百多位 兩百多位 所以說這個成績 兩百多位歐卡的人 被救回來 就是兩百多條生命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謝 那一切看開是 就是我們的消防 消防局的各位弟兄 跟異銷的弟兄 然後這個以及捐贈單位的救護車 能夠發揮功能 在軟體體體上 提供市民這個生命的最佳保障 那非常謝謝 那也祝福我們港威 跟新月團隊 各位好朋友 你們的善心 市民朋友的感同身受 看在眼裡 感動在心裡 非常謝謝各位 也祝福 今天的典禮圓滿 謝謝各位